記者現在跟我講的是說 跟我講的是說就是 你從哪個節目 大熱門 怎麼有怪 終於大熱門燈是妳的家 然後妳 然後妳想想看 妳要摸著良心看 我就沒有要解那節目 好… 有一個那個製作人 就是我之前大檔的 他都有在做一些 然後他看到我們那個 他覺得很好玩 所以他想要找我們兩個 對 他想要找我們 他只是先跟我講 他有這個想法 然後他就問我說 禮拜五晚上 禮拜五晚上好不好 我晚上可以啊 好…我可以 好 然後 戰定如禮拜五晚上 然後地點怎麼樣 我到時候再傳給妳 而且妳這麼忙還可以… 沒有 我沒有因為 我到底拜託他說 可不可以求他 已經拜求他了 沒有…不要… 傑哥罵妳說 沒有 我們只是想說 看點這個人 好難得 因為我們 從來沒有一次 在節目之底下 聚會 真的嗎 對 原來機器放在那邊 不好意思 其實我拜託他 約妳也是 也是工作人 我們在那裡是做幾個節目 我們在那裡 我現在是我自己 親手做的是 邰哥的節目 親手做的 親手做的 這樣是超軟的 所以每次邰哥在說 壞壞罵的人 沒有…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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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很大 真的… 來聊一下今天的正題 就是… 老闆現在就想要做一個 他想要再拉一條線 想要再做一個 整條是綜藝 那他就很想要做一個是… 怎麼講呢 其實他的形式有一點類似 導入 沒發現對不對 那時候我卸下新房了 唱歌 表演 短劇 什麼的還是會有 但是比例就是 網路紅人比較多這樣 那時間 他播出的時間就是 我自己認為比較簡單 那你們可以覺得 不一定 他現在預定是9點 晚上9點 然後90分鐘是到10點半 然後他如果是… 對 他也是1到5 喔… 欸 漢點坐在Lulu的旁邊啦 其實這場來講是 應該直接問清楚 可是你的拜託漢點是 我想要先知道你們兩個 覺得說 這個節目你們會不會有興趣 或是你們會覺得 對你們有沒有幫助 先知道你們的意願 Lulu的態度很重要 但撇除時間 我是… 我是覺得還滿好玩的 是… 我覺得會衝一堆 會養一下就好玩 兩邊引導喔 我們兩個覺得有趣 可以考慮他們的話 我們才去出這個賞 沒有 我覺得7話是有趣的 我是OK 成城關卡過度過度過 再重新過到兩位的時候 請兩位好好的考慮一下 錄影當天整碌碌的 最高潮終於到了 辦法考慮這個 是個好辦法 考慮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坐在那邊 我剛剛聽到那個人記著 他都問我們 為什麼要開一個人 一個什麼節目 一個節目 對啊 然後說什麼 說整個那 只能自己跟自己對談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就是他是製作人 就是麥卡貝那邊 你說那個喔 對啊 麥卡貝那邊製作人 然後他就說 要找我們做節目 那我們去聊天 不過他是 他說是什麼 他是網路的 一到網路沒有時段 只是他手播 對 是9點 是怎麼樣 彈播還是 沒有 是那個好像是 出去 對 但是都很有 都很有過動機器人 真的嗎 對 我有 因為我覺得他是網路的 然後因為 跟電視不太一樣 對 然後而且因為 因為這件事情還 未定是還很大 然後因為我覺得也 不一定會有焦點 然後因為我覺得他是 網路的東西 然後重點是他 沒有啊 沒有記者 我現在跟我講是說 跟我講是說就是 對 是喔 對 要不然就是 對 你說哪個節目 大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 我的想法是 剛剛錄到這裡 有一個階段 你們就直接接那個節目 直接算 這樣大家也都有個 台階可以想 好不好 真的 對啊 對 這個節目是一定要有 重要的地方 這個一定要有 那是我的媽媽 那個是對打的東西 沒有 我去了 沒有 那個節目也可以 這個節目也可以 你不要 好 如果你的錢就是整個 對 兩 三 倍 像 你不接這個就好了 那是打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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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打拚的 這兩回事 我做了 什麼 這是什麼決定 是喔 反正 這個真的還沒接 好嗎 我跟你說 這個不然就是 夾腿夾塊 根本還沒接 真的很 6.9 重點是什麼 你竟然說重點是 不是 因為那個企劃滿有趣的 不是 因為我 從頭到尾跟他說 我覺得還是要問經紀公司 然後問三立 然後問曉晴姐 跟我們節目對答 然後說那個企劃那一段 對答 那真的不行 這不行 我沒有辦法 等一下 憲哥 應該是講句話 應該是這樣 應該講講句話 我從頭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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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從頭到尾都沒有講話 不是 我只是 偏何演 因為 吳魯你這樣子對 這是道義的問題 今天很道義的問題 今天與其說是我們的愚人節 特別企劃 不如說就是 對節目忠誠度的測試 大考驗 大考驗 對不對 不是 他等一下還說 他說 他問你說單純問內容 哈囉 我是佩合演出導好不好 佩合演出 我是臥 對 我說 我是梁寶瑋 我說 人家引誘你 那你要拒絕才對 對啊 我想當好人家 因為我有跟他說從頭到尾 就是要問警戒 問小警戒 我不要講 你這個大考驗 你也是一樣判刑 要判刑 不是 你們沒有這樣子害人的 我告訴你 公鴨 我現在 我現在發現覺得我那天吃六千九 你們這樣子能騙我 這裡也是一部分好不好 剛剛在我房間裡面 我請他們兩位過來 我就聊了一下 因為這節目也做了那麼幾年了 是 已經快要一千集了 對不對 然後我也要了解一下說 我們一起搭檔 主持人 他們 那我們剛剛有錄了一些東西 我是覺得 哇 你原來是這種人 你的金本對不對 對 七萬還不錯這個就已經是 七萬七萬七萬不知心 原來 怎麼會這樣 我剛剛是不是 但是我說 那邊的錢再多 我也不去主持 我要留下來主持這一個 而且我說 店長 你的房間又沒有攝影機 我只能說你 是啦 前面說溜嘴很多東西 是 一開始還否認說 沒有啦 沒有那個事情 後來 後來才發覺說 我好像都知道了 你們是不是有去吃飯 對啊 吃飯 然後通通都推了一萬二點 要先聽你的說法 要先聽 不要自己先自首 對 對 憲哥 怎麼樣 你不能這樣子誤會我 我覺得漢點真的很賤 我也是受他們之託 你知道 全世界最賤的人 我這一兩個禮拜過了 你知道我良心過意不去 真的 我每次看到你 我都不敢跟你四眼相交 各位 兩位 我覺得 你們沒有約我 然後去 六七千塊 你還在那裡賤我賤 你一開始 你一開始有防備心啊 不是 可是我現在已經被你們覺得 你們是不是在污蔑我 掉眼淚 你一開始 你一開始 我雖然知道你在屁我 但我覺得 這樣子很過分 我可以跟製作單位說 不要 先不要 先不要嗎 那麼為什麼會做這一段 你看 而且他真的很不會騙人 為什麼會做這一段 這是製作單位的一個 無聲的警告 是喔 別以為在外面談什麼事情 我們不知道 不是 我這邊從頭到尾都沒有答應這件事情 而且 因為經紀人也沒有跟我講這件事情 總統到尾就是一個怪 綜藝大熱門等於是你的家 對 當然 你看你在這個家有了成長 你長大 每有天哪有地 每有地哪有家 每有家哪有我 每有我哪有你 是不是 所以 所以你看 這是我們的家 這是我們的家 我就沒有那個意思 然後 然後 我就會害你了 然後你想想看 你要摸著良心看 我就沒有要剪那個節目 就一直沒有要剪我 好 好 這個家 這個家 這個家我們還是要你的 好不好 但是呢 你要看看 你看你在這個家成長 從嬰兒慢慢一點一點 成長變成是一個咖喔 我不是一個咖 那你再回頭看看 你是一個LuLu咖 你在我們節目以外 在外面開那麼多節目 連一個稍微有一點點風 Ru做了什麼節目 都沒有 所以我就沒有要那個 對 這死都要拔著這個節目 好不好 OK 我剛才有跟你說 下次我們連手把汗點幹掉 別聽了